嘿大家好我是摸摸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我身边的台 才上市的高筋500 高筋GK500这款新式复古车 外观上第一眼看上去是挺有特点的 侧面钻石造型的X型油箱非常有辨识度 经典的短尾设计 视觉上具有运动感 柔软的麻毛虫皮质做垫 贴心的延伸到与油箱齐平 是否感受到了设计师满满的爱意了 整车做工和质感都是很不错的 但手把按键质感和手感比较一般 动力上搭载的是自家生产的 486cc并列双杆水冷发动机 最大功率35.5千瓦 最大流距45厘米 在其他配置上有德尔夫的电门系统 不是双通道ABS 吸护刹车卡前 前后可调KYB减震 真空扶条轮毂 贝赖力天使轮胎 车辆整备质量180公斤 790毫米的座高 570的身高 双脚前脚掌是能落地的 简单示起了一下 车给你的感觉是非常轻巧的 但过弯有点过于灵活的感觉 就是大家所说的 骑起来有点贼 没有让人很不舒服的感觉 胆位也很清晰 原厂简正设定整体感觉偏硬 液晶仪表在阳光下显示不是很清晰 前自动为320毫米浮动盘 配对象四货塞辐射卡前 后自动为240毫米浮动盘 配单货塞卡前 这套自动系统实际效果也没什么毛病 对这台车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试驾体验一下 来最后再来听个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